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顾一下历史 大家知道很多年以前 海华时期这方面我写过长篇的系列文章 网上可以找到有一些人叫纸儿子 叫Paper Sun 比如说旧金山曾经有过大地震 后来记录都没有了 有的人就去中国一趟 然后说在中国办理的这个人是他的孩子 当然这都是历史了 和我们讲的内容也相关的 比如说有的人在中国申请亲属移民 但是申请人和被申请人 不一定有真正的父母子女的关系 有的时候也逼得领馆不得不采用DNA的检测 当然这是极端的个例了 有一个前几年讲的 怎么证明你妈是你妈 我们有一个实际的例子 比如有一位申请人 申请他是美国公民 申请他的父亲 是吧 然后移民局问到说要父子关系的更多证明 具体来说这位申请人有出生公证 但是是出生以后好多年才办的 上面写到了父母的名字 那移民局问说你怎么能用多年以后补办的文件来证明这个父子关系呢 那我们回复了移民局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在回复以后呢 这个申请顺利得到了批准 具体的做了些什么呢 我们解释了中国的情况 那中国呢 这个制度也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具体来说呢 在1996年以后才有了类似美国的在医院呢 在婴儿出生的时候就开具的出生证明 讲生父是谁 生母是谁等等 此前出生的这个申请人呢 可以用户口本 是吧 作为这个证明 然后当然了 你需要翻译 不一定呢 要在中国翻译公证 你在美国呢 这个通过专门的翻译公司也可以 然后美国国务院呢 有这方面的说明 我们也相应的摘录下来作为证据 此外还有什么样的辅助证据呢 还有一些别的 比如呢 美国有一个可以叫国家卫生或者医药图书馆 叫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然后就在华盛顿地区 在NIH里面 我若干年前在NIH工作的时候呢 也经常去 他们呢 你不需要个人就跑到那里去 他有一个网站 很多人访问 这网站上呢 也有这样的研究论文 讲的呢 也是中国的出生公证的情况 说从某年月以后 中国才有了医院给的出生公证 此前呢 在公证处办的是可以用的 是普遍的接受作为证明文件的 这个呢 也可以作为辅助证据 除此以外 还有什么呢 还可以类比 比如呢 我们找到了加拿大移民的网站 加拿大政府 是吧 讲到说我们接受这类的文件 作为亲属移民的证件 证据 还有呢 比如说有很多人有独生子女证 上面有父母的名字 有的人呢 有财产继承证明 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呢 已经去世了呢 也有安葬证明 这些呢 文件往往上面也有 这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讲到了 可以作为证据 你觉得很麻烦吗 实际上呢 这个中国还算是好的 因为过去几十年呢 相对来说 这个比较平静 我们有一些客户呢 来自要么有这个战乱的国家 或者呢 比如说有的客户来自一些国家 在农村呢 记录不全 比如什么叫学名呢 除了这个物品的学名 是吧 这个人呢 也有叫学名的说法和小名对应 就是有的人呢 在上学的时候才正式起名字 所以相应的呢 美国移民局也是通情达理的 他也接受作为申请人自己或者申请亲属的时候 他的名字对应的证据 是吧 入学记录就可以 总体来说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和观察 和美国移民局打交道 实际上呢 不算是那么麻烦 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 有关部门 比起来 国移民局呢 还是可以接受各种相关文件的 比如说你某一个文件缺失 也许可以有其他文件作为替代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亲属移民 怎么证明我们是一家人 要父母偏 我们下面呢 还会有另外一个视频 讲到配偶关系怎么证明 好 谢谢